一个很热的版块 你也非常熟悉的就是体育用品股 其实体育用品股看到近一季 都有不错的升幅 有几个概念 第一就是逆后复苏的概念 内税的概念 另外就是未来星期五欧国盃 大家最期望的都是东京奥运 看到升了一轮不错之后 其实昨天跌得多 昨天看到例如李宁 就是龙头跌了4% 仍然有2亿北水流入 你怎么看短线走势 是不是都叫建了顶 其实运动用品股 都算是近期很强势的版块 普遍来说 因为他们之前公司 都和一些大行 就开了一些分析员会议 或者一些conference call 普遍来说 给出来的指引就很乐观 就是他们都提到 譬如好像安德为例 他们都说提到 基本上去到五月份来说 他们销售的升幅 都去到三四成那么多 特别说他们 当然线上的销售就放缓了一些 但是因为线下那边 已经完全复苏了 而且他们也搞了一些 DTC的重组 开了一些新店 所以线下的部分 就来得相当之好 再加上 譬如也是以安德为例 旗下的Fila的部分 继续会开很多新店 那些新的店铺 就不只是集中去本身的产品 就是拓展很多不同 譬如可能是Fila Kids 或者小朋友的 同装 另外可能关于一些 专系为女性而设的产品 再加上也有 譬如Fila Fusion 它是一些概念店 买一些比较贵的 亦都是不断会加开店铺 所以由于他们本身 给出来的展望 或者对未来的发展方向 都比较正面 令到资金过去这段时间 就蜂蕴入了这个板块 就是你看到李宁 安德这些 就不断扯上来 坦白说 你问我欧角杯 所以这个因素又不是太关键 如果你说欧角杯 可能对啤酒股还有利 你说运动用品股 都是看回他们本身的 销程是否能保持 但也要留意 因为始终这个股值上 就真的不算便宜 虽然你说他们有盈利增长 去支持 但如果你计算他们的预测PE 都说是40几50倍 特别龙头那两只李宁安踏 相对来说是已经比较贵 但是反而如果你问我比较直博 就是一些之前因为新疆棉事件 受到影响可能一些外资品牌 大家都担心的销量是drop了 令到部分股份是跌得很厉害的 譬如是拖博 譬如是保诚国际 这两间公司主要是销售 Nike和Editas那些海外品牌为主 但如果你看回他们近期 都给分析员一个指引 就说由五月打猴 特别去到近这两个礼拜 他说现在这些品牌 都已经去到新疆棉之前的水平 甚至乎都在接近19年统企 就是疫情之前的水平 所以反而这些股份 我觉得是有直博率的 因为他们的估值 一来便便宜很多 二来也是炒一个所谓 短期复苏的概念 反而可能是直博安踏和李宁